叫做摔的一身是整徑 我们以游车常来做解释 我们游车常这样抓到人家的下巴之后 反忧加螺旋 你看我的都是立身很中正 有没有 你要立身中正 然后呢 这样凄乎人都会倒 如果还不行 这个时候这个脚在外摆 走一圈 看到没有 这个螺旋的进路有那么长 那如果 因为我们跟人家摔的时候会有很多状况 刚才是他不抵抗的状态下 所以我一走 你不抵抗的状态下 我啪 他就摔下去 这是他不抵抗的状态下 万一他 他会抓我的镜 他给我死磕了 下巴死磕了 你看 我现在就摔不下去了 我镜都走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不用勾 当然勾他脚也是一种方法了 勾他也可以了 那我再不勾他的状态怎么办 看好 我幻境 他在这边跟我讲 我讲过了 太极拳就是 老边给你挨着 他给你抵抗 你就要把那边放弃 他这边给我抵抗 我就用这边 这个是踩 这个是裂 这个时候踩 被他克制住了 我就用裂 OK 那我刚才是做比较慢的动作 那做快一点的话 捏 那这个时候反优就很强 直接进 打到腰这边来 你看 折腰 看没有 看 折腰 看没有 折腰 再加点螺旋 OK 先折腰 很重 或者是折颈 那如果他不抵抗 你看这个就是折颈 不抵抗的话 你看 这就是折颈 如果他有抵抗 紧折不住 折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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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